6月23日晚,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 一郎影片《孟知晨宝》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三项大奖 成为本季金爵奖的最大赢家 《孟知晨宝》将叙事时间与空间压缩在离婚老爸与一对儿女的汽车旅程中 不断向前的汽车是孩子们幻想中的晨宝 也是无法停止必须前进的人生 评委会评语称,影片对于细节的处理非常深刻而准确 使影片从此至终都没有失去其连贯性与真实性 即使影片发生在狭小的空间和有限的时间内 生活的真相却在其中展现无遗 该片导演、制片人雷萨米尔·卡里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是她第一次写影片来到上海 非常高兴可以拿到那么多奖项 当晚备受关注的是96岁高龄的中国演员长风 因在影片《浮香星》中细腻诠释了人物对于故乡和生命的庄重态度 与孟之城堡演员哈迈德·萨贝里·贝达德分享了本届金爵奖的最佳男演员奖 获奖之后长风告诉记者 当初勉为其难接受这个角色 没想到那么幸运能够获奖 我是本来是身体不行 走路也不方便 我勉为其难吧 我说我看看剧本 一看的剧本是也是她写的 那么导演又是她 那么这个剧本呢我也非常喜欢 可是呢这个角色呢我更喜欢 因此呢我就无可奈何的 我就卖个劳命吧 就这样接受了 哪知道有这么幸运在今天能够拿到这个奖 这是我想象不到的事情 此外亚历山大龙金 帕维尔龙金凭借兄弟会或最佳编剧 捷克波罗克凭借春潮或最佳摄影 《沐生日光下》或颁艺术贡献奖 若能与你共乘海浪之上和时间之桥 分别夺得最佳动画片和最佳纪录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